衣服也穿上吧 湖暗的房间里正在进行见不得人的交易 女人听从命令 穿上校服外套 风尘味道瞬间变成一股学生气 紧接着女子扎起高马尾 眼神懵懂而又无味 男人满意地拍拍身边的床铺 让女人背身坐下 开始享受一千大洋换来的美妙夜晚 这是监禁风暴中 尺度最小的情景 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以性奴 圈养在杀为题材的犯罪类型片 导演于庆仅用40万成本 拍出了两个亿的质量 从头到尾纯国产 观感媲美韩国犯罪电影之手 《追击者》 属于看过很久之后 情节和镜头仍时不时会浮现脑海的佳作 《不要划走》 正片开始 拥挤的小出租屋里 有个女人正在喂偏瘫的老人吃饭 看起来十分贤惠 可是当她出现在大街上时 已经换上了勾扰的碎花短裙 和戏长小高跟 女人名叫张小青 职业卖肉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若非生活所迫 谁又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出来工作呢 张小青有个同行的姐妹小丽 在半年前出宫的时候突然失踪 姐妹们十分害怕 纷纷转行歇业 而张小青因为经济困难坚持上班 今天晚上 她负责接待一位名叫李牧的客户 这个男人看起来文质彬彬 西装革履的 戴个小眼镜 开的小车也价值不菲 但张小青嗅到了危险的气味 因为李牧装作漫不经心的问 那个失踪的女孩小丽找到了吗 半年前的失踪案 警察局的档案都落灰了 只有少数同行还在关注 为什么这位看起来和小丽 扒杆子打不着的客人 会问起这件事 见张小青起了疑心 李牧解释道 她在警察局有关系 倒听途说知道一些 但张小青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 使到李牧以特殊癖好为由 拿出一捆柔软的黑绳 张小青终于反应过来 这个男人很有可能就是绑架小丽的真凶 这让他绑住就彻底完了 张小青立马想办法自救 他借口洗澡 给上级线人地皮打电话求救 但是张小青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只知道大概位置在后山上 附近有个农行冒市场 地皮组队闻讯赶来 根本找不到具体的门牌号 张小青唯恐在浴室拖延太久 不让李牧起疑 打湿头发出来查看情况 寻找自救之路 然而已经晚了 李牧直接来应的 捆住张小青的手脚 实施受刑 此时 地皮们正一头蒙地在农贸市场转悠 他们再次拨打张小青的手机 已经无人接听 最绝望的当然是张小青 面前就是救援电话 而他只能乌咽着 承受李牧的折磨 还有什么 比眼睁睁看着希望破碎 更加残忍的事情吗 张小青在劳累和绝望中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 他被关进了一间地下室 这里还关着另外三名女孩 包括失踪的小莉 张小青的手脚和嘴巴依旧被捆着 她向小莉投去求救的眼神 然而小莉装作没看见 张小青饿了一天一夜的肚子 晚上被小莉偷偷叫醒 为了两口水 张小青借机感化小莉 让小莉和她一起想办法逃跑 可小莉只是无声地摇摇头 后来张小青才知道 小莉被李牧割掉了舌头 这辈子都不能开口说话了 而这里的女孩们因为长期囚禁 要不如小莉一般 适应了暗五天日的地下室生活 要不心里出现问题 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爱上李牧 互相争锋吃醋 解开绳子 是三天后的事情了 李牧给张小青开小灶 并告诉张小青 其实 她从中学时代就开始爱恋张小青 这些年 一直窥探着张小青的生活 对张小青的家庭状况了如指掌 如果张小青乖乖听话 万事皆好 如果张小青不听话 那她的家人会先一步受到报复 张小青听得毛骨悚然 喜欢一个人 会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吗 张小青趴在铁门前大声呼救 然而这间球龙距离地面一米多深 下面蹦迪 上面都听不见 难怪小莉不逃跑 经过多次尝试 张小青确认 绝无直接从地下室逃脱的可能 她学乖了 按部就班地吃饭 参与被求女孩的蹦迪盛宴 而李牧也终于露出真实目的 她俘获这么多女孩 建立地下后宫 为的是组织前色交易 从中牟利 见张小青已经适应环境 李牧安排了第一项任务 老本行上门招待客人 盛装打扮的张小青 装作冷漠的样子 心中却十分珍惜 这次来之不易的外出机会 盘算该如何逃跑 李牧早有预料 把一个黑色的小玩意儿 塞进张小青的衣服里 然后让张小青戴上耳机 清晰地说话声 如同惊雷在张小青的脑海中炸开 这竟是监听设备 李牧既然敢把人带出来 肯定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只要张小青敢逃跑 三分钟之内必被抓回 那头已经热火朝天 李牧一边窃听 一边流下了痛苦的眼泪 亲手把喜欢的女人送给别人 然后偷偷一抹 这个李牧心里绝对有问题 美女忐忑不安地敲开酒店房门 只见里面有两个不怀好意的男人 脑满肥肠的油腻大叔 露出了狐狸的微笑 不要紧张 一点小爱好而已 拍 光膀子小伙儿立马端起摄像机 不久后 这段视频会上传到网站精品区 这是张小青被绑架后 第一次开展业务 她虽不是什么贞结恋女 却也感到羞愧和耻辱 恍恍惚惚地返回车上 把劳动所得全部放进储物盒 李牧很满意张小青乖顺的表现 后天荒地恩准她回家看望父亲 拥挤的小出租屋内 老人面朝阳台 坐在轮椅上 张小青见到父亲的背影 数月来的担忧 委屈和害怕 一起涌上心头 她含泪短促地叫了一声吧 就被李牧捂住了嘴巴 老人耳背听不见 即使听见了 这副偏瘫的身子也救不了她 倒是父亲生活凄惨的场景 让张小青再次想起了逃跑的宏愿 两人离开的时候 在路边碰到了几名路人 张小青小声呢喃舅舅我 路人诧异地回头 却被李牧以夫妻吵架为由 搪塞过去 张小青的不识食物激怒了李牧 既然嘴巴不听话 那么嘴巴就要得到惩罚 汽车开进一个偏僻的山上 李牧把张小青拖进废旧的眉窑中 要用斧头敲碎张小青的牙齿 张小青害怕得连连求饶 李牧这才作罢 她又丢给张小青一部手机 上面正播放着张小青女儿的录像 李牧说 如果张小青再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 她的女儿可能就危险了 张小青在李牧的暴力恐吓 和情感恐吓中败下阵来 然而李牧的手段远不止于此 恩威病师才能完成完美的洗脑 被李牧囚禁的女孩们 除了不能自由地和外界接触 日常生活十分丰富 李牧置办了华丽的衣架 各种生活用品 甚至还有用来打发时间的游戏机和影碟机 吃食尚也不苛责 顿顿大鱼大肉 好生养着 也难怪有些意志薄弱的女孩 放弃了逃跑的想法 可是张小青不一样 她来的时间最短 牵挂最多 受到的惩罚最少 逃跑的想法也最坚定 她任命般的听从命令 为的就是多与外界接触 才有可能撞见逃跑的机会 储物盒中的钞票越来越多 张小青的业务也越来越熟练 这天 她遇见了一位戴眼镜的客户 在满足对方的特殊癖好之后 眼镜男 哀声叹气地说起了 妻离子散的悲惨经历 同为天涯沦落人 相逢几时有缘 张小青逃跑的念头又浮上心来 她要赌一把 赌这个男人会不会救她 鉴于李牧严格监听的情况 张小青用纸条与眼镜男交流 第一句就是 我被绑架了 眼镜男骂骂咧咧不相信 以为遇上灰色诈骗了 张小青急的 随手拿起一张名片 写上了被囚禁的地址 这次 她写上了详细的门牌号 然而男人依旧不相信 她让张小青赶紧拿钱滚蛋 李牧察觉异样 慌忙冲上来 逃跑的最佳使鸡已失 好歹信息已经传递出去 张小青惊慌地吃下废纸 销毁逃跑的证据 李牧上来之后 见张小青梨花带雨地跪在床边 还以为眼镜男欺负她 将其暴揍一顿之后 带张小青回家好生安慰 只是这个安慰方式 有一点奇怪 这天晚上 张小青没有被关进地下室 而是留宿在李牧的卧室中 整整一夜 李牧对张小青 有一些暗恋情绪 所以她对张小青的态度 和对其他女孩的态度 不太一样 张小青一再试图逃跑 李牧都只是色令内人的恐吓 或在张小青 担心父亲的时候陪她回家 或在张小青被欺负之后 出面安抚 但这并不能改变 她严格控制 并伤害了张小青的事实 外人很容易就能看清的道理 置身其中的女孩们看不懂 一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因为张小青整夜流速 起了嫉妒之心 对张小青伺候挑衅 这个倒霉的姑娘 因为打了张小青两巴掌 招来了李牧的怒火 张小青也得以见识 这个男人最凶狠 最残忍 最冷血的一面 这里是一个男人 构建起来的地下后宫 里面关押着四个女孩 其中一个 还是男人学生时代的暗恋对象 昨晚张小青在李牧房中流速 紫睡衣女孩 按捺不住熊熊的嫉妒之心 对张小青大打出手 李牧十分生气 一是因为后宫失火 显得她很没面子 二是因为她对张小青 有些残留的情愫 李牧习惯于绝对的强权实行统治 她生气地拿来一个麻袋 魅令紫睡衣女孩钻进去 女孩不可知信地摇摇头 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旁边的小丽 也投来既同情又冷漠的表情 显然这是一种十分严重的惩罚 李牧强硬地把紫睡衣女孩 塞进麻袋拖走 在隔壁房间高高掉起 不知所以的张小青 透过铁栈蓝张望 只见李牧慢条斯理地 换上雨鞋和围裙 而后抄起一根一米长的木棍 向不住求饵的麻袋走去 在张小青看不见的地方 响起重重的闷响 和紫睡衣女孩撕心裂肺 又渐渐消失的惨叫 张小青终于理解 为什么囚牢中的女孩 都对李牧严听计从 谁会想要成为杀人现场的主角呢 张小青对这个男人心狠手拉的程度 有了新的认识 待在这种男人身边 随时小命不保 更加坚定了要逃跑的想法 与此同时 他冒险传递出去的线索起了作用 眼镜男在某家娱乐场所 说起张小青向他求助的经历 并拿出那张写有详细地址的名片 证明这番牛皮的真实性 事到如今 他仍然认为那天晚上 张小青是想骗钱 感慨自己机智地逃过了骗局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隔壁床的小哥 正是给张小青 介绍沃克的线人小地皮 半年时间 手底下丢了两个女孩 最尴尬的是 张小青失踪前 曾给他们打电话求救 但是他们兴师动众地 抵达附近之后 没有找到李牧的老窝 道上混蛋都讲究一个面子 小地皮被李牧耍得团团转 必须大干一场找回面子 一皮偷偷捡起那张名片 拉帮结伙 组织了一支六人小队 浩浩荡荡 赶往李牧的藏身之处 这伙人人生地不熟 也不会用导航 随手揪了个路人问路 结果这人正是李牧 大军未至便已打草惊蛇 李牧肯定不会傻到自投罗网 随手指了个方向 返回窝点严阵一带 一对六几乎不可能赢 李牧紧张得直冒冷汗 豌豆大的汗珠挂在脸上 就像刚洗过澡一样 把锋利的斧头放在茶几上之后 才稍稍镇定些 不多时 一个鬼鬼祟祟的光头 扛着木棍闯进来 紧接着 后面又冒出五个标情大汗 各个手里拿着家伙 气焰嚣张 打 小地皮一声怒吼 决胜时刻到来 黑暗中频繁出现浮影寒光 这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斗争 以小地皮为首的六人小队被拳肩 李牧也断了一条腿 关在地下室的张小青 对上面的情况一无所知 还纳闷 李牧今天晚上 怎么没下来送饭 趴在铁门上偷看 却见成河的鲜血 透过门缝流进地下室 不禁惊恐地捂住了嘴巴 小地皮被拳肩 家里老父亲还是偏瘫 张小青想要逃跑 只能自救 这次出宫的大酒店格局复杂 通道众多 张小青大着胆子拆了监听器 夺路潜逃 李牧冲进酒店 拖着断腿四处寻找 张小青早已不知所踪 李牧前所未有的生气 他倚靠墙壁 露出一副阴狠的表情 而后一拳一拐地离开 张小青就藏在一墙之隔的橱柜中 立马打电话报警 请求尽快出警 凝救被关在地下室的其他女孩 而后独自回家报平安 打开灯的那一刻 张小青伤心惊恐地靠在墙壁上 地板上又有两个染着血迹的棉被 一个下面盖着他的父亲 一个下面盖着他的女儿 李牧疯狂地践行了他的警告 只要赶跑 最先受到报复的 就是张小青的家人 张小青久望地看向阳台 那个囚禁他 逼迫他折磨他的男人 渐静地坐在轮椅上 张小青最终没能逃脱李牧的魔爪 他被带回地下室 装进麻袋吊起来 用烧火棍棒杀 成为李牧杀衣静摆的工具 李牧难过了一小会儿 把浸满鲜血的麻袋搬到地面的澡堂中 肢解处理 他一回头 染血的面旁正对上目瞪口呆的警察 地下室中的女孩得到解救 失去舌头的小力 环顾四周 恍入隔世 不敢相信自己得到了自由 而那个为自由斗争的张小青 再也回不来了 李牧被绳之以法 这段震惊世人的性母案也到此结束 电影《先进风云》改编自真实事件 2011年9月 洛阳警方侦破了一件离奇大案 男子李浩在地下室中挖地窖 前前后后共囚见六名女子 以共享乐和牟利 其间 有两名女子因为试图反抗 被杀衣敬摆 并掩埋在地下室中 震慑其他女孩 令人震惊的是 直到警方抓捕当日 开决地下室 其他人和周围的邻居 都对李浩的所作所为 毫不知情 李浩平时看起来很老实 按时上下班 也不参与乱七八糟的应酬 和妻子感情很好 两人予有一子 李浩本人也有稳定的工作 开挖地窖和被求女孩的衣食住行 都有李浩一手包办 为免妻子起疑 他对其撒谎 说在外面找了份坚持工作 女孩们被囚禁的位置 在一米多深的地下 即使呼救 外界也听不到 李浩的行为之所以会被发现 是因为其中一名女孩 成功逃脱 并向警方报案 警方在48小时内 成功抓捕 试图外逃的李浩 2014年1月21日 李浩恕罪并罚 在河南洛阳市 被执行死刑 寥寥数语 写不尽案件的经过 电影经过改编 各种场景也压抑了尺度 真实远比我们想象中 更加疯狂 略亏一脚 便足以让人大喊 庆幸正义犹在 以供我们构想 没有买卖和杀害的 美好明天 是因为 Ex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